新加坡同中国的商贸往来 从1990年建交以来 以倍数增长 陈德明先生多年来 积极促进新中双边商贸 与民间的交流合作 对推动新中两国关系的稳健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兴的本质应该是全球化下面的 亚洲区域合作中 两个非常紧密的国家 是共赢的国家 两国的关系有两个基本的方面 一个就是互相的信任 互相的尊重 第二个就是深度的经济融合 事实上这么多年 是这么走过来的 陈德明先生和新加坡的联系 是从苏州工业园区开始的 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启动的时候 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 陈德明先生和新加坡 有二十多年的深厚渊源 跟新加坡的交往中间 有三点我觉得特别值得我 或者我们学习的 为企业清商服务的理念 诚实的规划建设的理念 新加坡的一发有序的进行社会管理 就这三方面 因为有当年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 他非常注重培训干部的国际化事业 大部分苏州的官员 都到新加坡去学习过 那一代人两代人 大家还是感情上挺好的 目前中心关系中间 更年轻一代的交往 我似乎觉得还可以再加强一点 我们的学校和新加坡的学校之间 还有民间组织之间 能够加强一些联系 使我们已经有的这种关系 能够巩固和发展 作为国际自由贸易的推动者 陈德明先生认为 加强对世界的了解 是非常重要的 而掌握好语言的能力 是其中一个关键 学另外一种语言的目的 不仅仅是一个翻译 最主要在逻辑思维和看问题的方法上 多了一种工具和方法 所以我是建议能学的 特别像新加坡这样的环境 应该也可以再学一门语言就中文 近年来 陈德明先生继续活跃于国际社会 积极在国际平台 推动各国和中国的联系 我们很希望在这些新领域 能够跟新加坡在过去的技术上再合作 是要与世俱进 创新引领 互信互利 互建互学 最后是升华合作 我特别希望青年人的交流 跨于经济以外的文化社会的交流 可以多开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